繁花 作者 金宇成 第27章 護眼關燈 大中小 一 阿寶說 我想去香港,將來做貿易。 阿寶爸爸說,資本主義一套,碰也不許碰。 阿寶說,我想做。 阿寶爸爸說,不可能的。 阿寶說,居委會里,已經做加工貿易了。 每個老阿姨領一把切菜刀,擺一盆水,山芋削皮切塊,進到水里,出口日本。 阿寶爸爸說,私人不可以做,集體可以。 兩人講到此地,外面敲門。 小阿姨開了門,進來兩女一男,三個年輕人。 男青年戴眼鏡,看了看說,是阿寶爸爸吧。 阿寶爸爸說,我是。 男青年看到阿寶說,這位是阿寶。 阿寶說,是的。 男青年說,我是雪茲的哥哥。 男青年指一指後面兩個戴眼鏡的女青年說,這兩位,是雪茲的姐姐。 阿寶爸爸說,啥是鐵。 男青年說,阿寶先迴避可以吧。 阿寶爸爸說,此地樣樣可以講,不需要保密。 男青年說,我是愛表哥太。 阿寶跟我妹妹雪茲。 談了戀愛,我父母,五個兄弟姐妹,全部不同意。 阿寶爸爸看看阿寶說,又談戀愛了。 阿寶不想。 阿寶爸爸說,談了多少時間。 阿寶說,一年半。 阿寶爸爸說,三位的來意,我覺得有點滑稽。 男青年說,作為阿寶的家長,應該管一管。 阿寶爸爸說,雪茲哥哥看上去,是讀書人,哪里一屆的。 男青年說,高中六七屆,安徽插隊。 阿寶爸爸說,兩位妹妹呢,好像雙胞胎。 劉辯子女青年說,對的,初中六八屆,我兩個姐姐,也是雙胞胎,高中六八屆。 阿寶爸爸說,父母不容易,長兄是六七屆,先分配到外地。 接下來,四個妹妹六八屆,一片紅,按照當時政策,全部下鄉。 男青年說,是的。 阿寶爸爸說,雪茲是最後一個小妹妹,劉上海。 男青年說,剛剛講到滑稽,有啥滑稽。 阿寶爸爸說,現在可以考大學,是不是準備參加考試? 男青年點頭說,按政策剛剛回上海,我一直溫習功課,幾個妹妹也有準備。 阿寶爸爸說,讀了書,可以改變命運。 男青年說,這是我個人問題,跟這次談的內容,有關係吧。 阿寶爸爸說,相當有關係。 一個家庭直到現在,五個務農青年剛剛回上海,是啥概念。 男青年說,我不曉得。 阿寶爸爸說,是家庭成分關係吧。 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家庭不提。 如果是工人階級,平下中農成分的青年人,前幾年,起碼上條做工,回程一到兩個,我講得對吧。 男青年惱怒說,成分好壞,跟雪之阿寶的事體。 毫無關係吧。 阿寶爸爸說,成分不好。 尤其地主出身,包皮闊資本家出身的子弟,容易受封建腐朽思想影響,老一輩主張包皮辦婚姻,這是歷史原因。 幾個準備考大學的年輕人,為啥還有封建思想,干預妹妹戀愛。 男青年不曉。 阿寶爸爸說,現在,我出一道高考復習題,請問,父母之命,媒婦之言。 如何解釋,封建統治階級,干擾男女自由戀愛具體方式,是啥表現,答一答看。 青年人一呆。 阿寶爸爸說,阿寶與雪之,是正常戀愛,啥人也不便管。 我也管不著。 女青年說,講這句就可以了嗎? 前面都來都去。 啥意思? 男青年手朝地下一指說,講到成分好壞。 此地是啥底牌? 我已經到新村居委會調查過了。 此地,是反革命家庭,勾結日本人國民黨的反動家庭。 阿寶爸爸說,隨便講。 阿寶說,已經平反了,懂吧。 青年冷笑說,跟我妹妹七答八答的階段,是歷史反革命成分階段對吧? 阿寶爸爸一笑。 男青年說,住這種垃圾地段,垃圾房子的人,李弄家公主的人,如果不是看中安遠路新式里弄房子,看中我妹妹全民單位,會跟我妹妹談——笑話。 阿寶爸爸說,好了,多講毫無意義。 我最後惹縮一句,本人就是大資本家出身。 只是,我永遠看不起資本家,不會用房子地段權衡感情,懂嗎? 男青年不想。 阿寶爸爸說,回去好好復習,就算考進了大學,個人素質,真跟考試關係不大,也真不容易提高。 讀大學,不是到大德浴室里換浴。 身上老夠龐龊,一般的藥水肥皂,不容易弄乾淨,這要警惕了。 兩個女青年,立刻朝外面走,拖了男青年一把說。 十三點——神經病。 小阿姨說,嘴巴清爽點,考大學,闢造金,考野籍大學,狗屁大學。 三個人離開。 阿寶爸爸不想。 小阿姨說,阿寶。 阿寶不想。 小阿姨說,不要難過,爸爸試題已經解決,房子馬上要解決了,姐夫對吧? 阿寶爸爸說,高蘭路房子屬於房管所,如果要搬,可能搬其他地方。 小阿姨說,四南路老房子,姐夫應該有份的。 阿寶爸爸說,毫無興趣。 小阿姨不想。 阿寶爸爸說,如果阿寶想結婚。 阿寶說,這越講越遠了。 阿寶爸爸說,也是現實,談戀愛,就是未結婚嗎? 阿寶說,我哪里想過。 阿寶爸爸說,房子是緊張,也許,我會分到房子,但不一定寬恕。 因此,阿寶要考慮明白,如果是跟這位小妹妹結婚,如果是住進這種人家的房間里生活,還有啥味道? 阿寶不想。 二。 護生接到阿寶的電話,打算來五丁路住幾天。 護生說,可以啊。 護民常住溫州,阿寶如果是臨雪枝過來,我可以騰出一件。 阿寶說,開啥玩笑,是我一個人來。 當天夜里,阿寶到了五丁路,發掘房間已經整理過了,護民的床鋪特別乾淨,端端正正擺一對枕頭。 護生笑笑說,備戰備荒為人民,領袖雨露。 阿寶說,護民情況好吧。 護生說,認得一個溫州女人,大半年不回上海了。 阿寶說,父母有消息吧。 護生搖搖頭。 兩個人靠近朝南窗。 護生說,據說政策會寬鬆一點,可以允許家屬去探視了。 也許會放出來,但不可能平凡。 阿寶不想。 護生說,我不禁要問,一場革命,就有一批犧牲品。 革命一場接一場。 犧牲品一批壓一批。 阿寶說,中國文字嘛,最有巧欠。 有的人,是犧牲。 有的人,是犧牲。 犧牲品,多一個字,意思就不一樣。 我爸爸一輩子,是犧牲品。 還是犧牲,還真講不明白。 護生說,一個公民的自由,以另一個公民,自由為界限。 阿寶說,九三年的句子。 阿寶不想。 翻翻床頭幾本破書。 地上有拉德公寓帶來的舊收音機。 免開一聽,二拳映月。 吊臺。 電視劇錄音剪輯,大夕陽抵來的人。 再吊。 譚詞開篇,疊戀花。 余虹仙唱。 呼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輕盆雨。 結尾的雨,一直雨下去。 雨雨雨雨雨雨。 彎彎曲曲,綿綿不絕。 呼聲過去。 搭得一關。 房間里冷清。 兩個人平窗難跳。 夜風送爽。 眼前大片房頂。 房山牆,上海層層疊疊屋啊。 暗棕色。 暗灰。 分不出界限。 一直朝南綿延,最後純黑,化為黑夜。 附近人家竹竿上,幾條短褲蜂裡飄,幾對灰白翅膀。 遠處的南京西路。 從這個方位看,燈火暗淡,看不見平安電影院的輪廓線。 淮安堂恢復了理。 3w.comua.com by,不露一點光亮。 只有上海展覽館。 孤零零一根蘇聯式尖塔。 半影夜空,冒出頂頭一粒發黃五角星,忽明忽暗。 阿寶說。 我暫時住一個禮拜。 呼聲說。 儘管住。 時間不早,先隨便吃一點。 兩個人下了樓,走到西康路附近,一家飲食店坐下來,點了幾支焦濤小菜,三瓶啤酒。 呼聲說。 身邊有父母。 還有啥矛盾? 吵啥呢? 阿寶說。 是別人上門來吵。 我只能逃。 呼聲說。 啥? 阿寶說。 政府落實資本家政策了。 發還抄家資金。 我的大寶小叔。 為了分家產。 吵到紅星路。 吵得我祖父投賬。 逃到了曹陽新村。 房間里打地鋪。 我也只能逃。 等於避難。 呼聲不響。 兩個人吃悶酒。 阿寶再叫兩瓶啤酒。 想不到眼前一亮。 藍藍走進了飲食店。 浑身相風。 阿寶一呆。 呼聲看手錶說。 遲到兩個鐘頭了。 還來做啥? 藍藍笑笑。 身上山昧水嬌。 一件飛紅四貼帶收腰小西裝。 金邊包皮扭。 內裡一件肉桂色園嶺彈立衫。 懸色踏腳褲。 腳下一雙煙紅漆皮金針船鞋。 呼聲說。 忙出忙進。 向朱羅冒風。 準備到哪裡一天為止? 藍藍笑說。 差不多了。 阿寶說。 長遠不見。 新娘子一樣了。 藍藍說。 阿寶太壞了。 見了面。 閒話里就香骨頭。 呼聲說。 先坐。 阿寶倒了一杯啤酒。 藍藍坐下來。 呼聲說。 讓香港人一弄。 女人就像花瓶。 藍藍拍一記呼聲說。 難聽吧。 呼聲說。 具體時間哪。 藍藍說。 酒水訂到下個禮拜。 先拍照。 呼聲說。 人民照相館。 藍藍說。 是到靖安公園。 拍彩照。 香港特地帶來了富士彩卷。 比上海便宜。 顏色好。 阿寶說。 越聽越糊塗。 啥香港? 酒水。 呼聲不響。 藍藍吃了一大口啤酒。 呼聲說。 藍藍自家講。 藍藍看看手錶說。 雪之一定講過了。 有啥可以多講的。 阿寶不想。 藍藍忽然低還說。 好像我開心一樣。 我是怨的。 阿寶說。 我跟雪之, 長遠不聯繫了。 藍藍說。 難怪前天看見雪之, 一聲不響的樣子。 阿寶說。 我跟雪之, 準備結束了。 藍藍說。 啊! 這不可以。 呼聲說。 風涼話少講。 藍藍摸一摸呼聲的手背說。 呼聲。 開心一點好吧。 呼聲不響。 阿寶再叫兩瓶酒。 藍藍一杯吃盡。 一泰碗鸞。 面孔泛紅。 看了一眼手錶。 也就立起來。 藍藍說。 不好意思。 先走了。 下禮拜我擺酒水。 阿寶帶雪之一到來。 呼聲。 是必須來。 呼聲說。 再講。 阿寶說。 啊! 下禮拜。 藍藍起身, 朝阿寶笑笑。 一團紅光, 走出飲食店。 兩個人看藍藍的背影。 呼聲說。 我以為, 雪之早就告訴阿寶了。 阿寶不想。 呼聲說。 我跟藍藍。 徹底結束了。 阿寶不想。 呼聲說。 自從搬出拉的公寓, 藍藍娘變了面色, 一直到處託人, 介紹香港女婿。 上個月, 香港男人來了。 其實, 也就是新界加油站的工人。 但一般上海人講起來, 香港總歸有面子。 阿寶不想。 呼聲說。 藍藍再三問我。 只要我反對, 堅決不談。 如果我同意, 就跟鄉黨人接觸, 包皮酷結婚。 阿寶說。 小姑娘有良心。 呼聲說。 啥叫良心。 藍藍到我房間裡哭了兩趟。 哭歸哭。 我心裡明白。 鄉黨比上海好。 我理解, 人往高處走, 是應該的。 結果, 藍藍見了鄉黨男人兩次, 也就登記了。 阿寶說。 後來呢? 呼聲說。 後來就是現在。 剛剛看見吧。 忙進忙出。 預備結婚。 藍藍娘還想請我去吃消酒。 笑話吧。 阿寶恍呼說。 如果雪之, 也這樣問我, 就好了。 呼聲說。 家庭不同意。 雪之可以講啥呢? 阿寶說。 雪之一直不想。 不表態。 呼聲說。 熱水平。 外冷裡燙。 阿寶不想。 兩個人講講談談。 直到飲食店關門。 兩個人慢慢走回來。 呼聲說。 莫甘山路有壞消息。 據說小毛的老婆, 去年過世了。 阿寶不想。 感覺有點頭昏。 靠到梧桐樹上。 呼聲說。 人生是一場夢。 阿寶不想。 呼聲說。 每次提到小毛,阿寶總是懶洋洋。 阿寶不想。 呼聲說。 想想看哪。 阿寶一笑說。 我一無所知。 我一無所知。 倒是昨天。 小阿姨悄悄告訴我。 我以前常到大字民中里發電。 跟呼聲。 小毛。 小珍。 大妹妹。 來啦來往。 包皮酷我跟雪之所有來往。 有壹個人。 全部明白。 呼聲說。 啥人。 阿寶說。 猜猜看。 呼聲說。 武士阿姨。 還是小珍爸爸。 阿寶說。 不可能。 呼聲說。 是雪之爸爸。 騎腳踏車。 尋了半個上海。 最後尋到曹家渡吃飯散場。 叮功了得。 阿寶嘆息說。 這個人。 不是別人。 是我爸爸。 呼聲驚訝說。 啊。 阿寶說。 當是我所有的活動,我爸爸全部瞭解。 基本親眼所見。 呼聲說。 啊。 阿寶說。 做情報出身。 出門盯一個人。 瞭解一樁視體。 熟門熟路。 呼聲不響。 阿寶說。 有一段時期。 爸爸經常登蹤我。 因此親眼看我走進理髮店。 看我跟小毛亂講。 看我嘻嘻哈哈。 待小珍進出弄堂。 包皮闊喉來。 我陪雪之來回乘電車。 呼聲說。 還有這種爸爸啊。 簡直是密探。 包皮打聽嘛。 阿寶說。 表面上一聲不響。 直到昨天,小阿姨聽見爸爸議論。 馬上告訴我的。 太狼狽了。 呼聲不響。 阿寶說。 有啥還可以講呢? 呼聲不響。 這天夜里。 兩個人一路無話。 回到五定路。 呼聲就請。 阿寶借了九信。 湊近臺燈。 寫了一封信。 雪之你好。 我今天見到呼聲了。 也是才知道。 楠楠和一個香港人。 準備結婚了。 我難免想到。 呼聲和楠楠的往事。 也想到我們的往事。 男女到了最後。 只能面對現實。 會有各種變化。 是正常的。 現在。 呼聲和楠楠分手了。 我們的關係。 也應該結束了。 不必太難過。 這句話。 也是對我自己講的。 曾經的回憶。 我記在心里。 祝一切順利。 阿寶三某日下午。 阿寶剛走進曹陽新村大門口。 小珍趕過來說。 阿寶。 大伯伯跟一個陌生男人窮吵。 敲碎了玻璃窗。 阿寶跑進房間。 果然兩扇窗玻璃敲光了。 小阿姨打掃碎玻璃。 大伯走來走去。 中山莊鼻挺。 胸口少了兩粒扭扣。 小叔已經走了。 表表低頭悶坐。 祖父靠在床上。 兩眼閉緊。 大伯慢吞吞說。 阿寶來了。 阿寶不想。 大伯說。 剛剛差一點出了人性命。 有一個壞人。 差一點敲煞我。 阿寶說。 敲玻璃窗做啥? 落雨哪能辦? 大伯慢吞吞說。 這叫狗急跳牆。 唯一點鈔票。 小叔叔先敲我。 再敲玻璃窗。 阿寶不想。 窗子外面。 鄰居探頭探腦看白戲。 小阿姨說。 走開好吧。 有啥好看的。 祖父叹氣說。 我是老來苦呀。 小阿姨說。 等於是膩子。 不管高堂死活。 獨吞財產。 欺負弟妹。 眼裡只有銅田鈔票。 大伯說。 一句不想。 人會變雅子吧。 這是體。 外人少管。 小阿姨說。 我自家人。 完全可以管。 大伯說。 快點去燒飯。 小阿姨說。 哼。 現在有鈔票。 做大老官了。 拖落嵐山換紅袍。 山青水綠。 吃飯要求高。 此地不再供應。 請到曹家渡狀元樓。 吃館子去。 大伯笑說。 小阿姨燒的小菜。 我哪里會忘記。 小阿姨說。 再燒有用吧。 吃心太重。 全雞全壓。 統統吃毒食。 我是嚇的。 大伯說。 十三。 小阿姨說。 痴痴白象象。 混了一輩子。 胃口撐大。 要傷陰痣。 大伯慢吞吞說。 小阿姨。 政策懂吧。 我爸爸這把年紀。 上面落實政策。 當然牽我名字。 政府定的。 不是我。 表表說。 公平吧。 小阿姨說。 自稱好。 爛稻草。 一輩子伸手用鈔票。 看老頭子面色。 真正資本家。 是床上這只老頭子。 大伯不想。 身邊的表表說。 還想做四南路大房東。 弟妹全部做房客。 笑話。 我要申訴的。 大伯慢吞吞說。 化成分。 只有資本家一當。 哪裡有小開的稱呼。 我當然算資本家。 吃足資本家苦頭。 現在想資本家服。 應該吧。 完全應該。 眼睛不要紅。 表表說。 好意思講的。 幫爸爸賺過一分銅田銀子。 做過一筆生意吧。 大伯立起來說。 好了好了。 總數目。 我再退一步。 我拿八成半。 總可以了吧。 表表說。 熱婚頭了。 我跟小阿哥。 一定都到底的。 大伯慢吞吞說。 四南路房子歸還。 房企當然寫我名字。 弟妹住進來。 不交一分房店。 總可以笑咪咪了。 而表跳起來說。 這場官司。 非打不可了。 銀箱鑰匙。 私南路房器。 樣樣是爸爸的。 大伯說。 我奉陪。 祖父坐起來說。 不許再吵了。 現在先講。 一共多少數目。 大伯說。 還能有多少呢。 祖父說。 多少。 講呀。 大伯不想。 祖父說。 逆種。 大伯說。 抄走的黃金。 跟當初關價回收黃金。 價格一樣。 兩塊左右一克。 一兩黃金三十二點五克。 十六兩制。 祖父說。 這我曉得。 大伯說。 現在落實政策。 照關價九十五塊一兩發回。 哼。 一天以後。 市面金價。 馬上調到一百三十八塊一兩了。 嚇人吧。 祖父說。 正常的。 有啥稀奇。 我肚皮裡一本帳。 金一兩。 原初是折銀四兩。 到了永樂。 當銀七兩五錢。 乾隆潮。 十四兩九錢二分。 到光緒二年。 已經十七兩八錢七分。 光緒三十三年。 換銀三十三兩九錢一分。 之後。 金價就跟漲外國行情了。 到民國三十四年三月。 黃金每兩兩萬法幣。 一頁提到三萬五千塊。 貶低幣值百分之七十五。 大伯不想。 祖父說。 數字還不肯講。 還不知足。 大伯不想。 祖父說。 已經滿好了。 想想自家當年。 穿破背心。 憋三槍。 倒馬桶的樣子。 快點講。 到底是多少。 總共多少。 我來分。 大伯伯慢吞吞說。 阿爸。 屍體要我來弄。 自家好好休息。 少管。 祖父眼睛一瞪說。 再講一遍。 大伯說。 既然名字寫我。 一切我做主。 私南路。 弟妹可以住。 房企。 產證。 名字只許寫我一個人。 表表一拍檯子說。 談也不要談。 法庭見。 祖父眼睛閉緊。 不想。 小阿姨叹氣說。 政府對資本家。 已經菩薩心長。 相當優惠了。 還了鈔票。 還了房子。 我娘家大地主。 富農。 多少佔的房產。 全唐硬木加生。 真金白銀。 以前講起來。 衙門錢。 一盆煙。 生意錢。 六十年。 種田錢。 萬萬年。 有多少稻田。 竹園。 魚塘。 不另外估價。 隨田上旨。 有多少登記多少。 有用吧。 早就抄光。 分光。 搶光了。 到現在。 人民政府有補償吧。 有落實政策吧。 想也不要想。 屁也沒一支。 我娘家念幾年前,就已經踢到了鐵板。 碰到斷命運動了。 最後,只弄剩一個小姦。 派出所有的死男人。 監牢裡放回來。 住了幾天。 結果呢? 這一點明燙。 家具門窗連到瓦片。 賣光吃光。 房間七歪八道。 夜裡出軌。 這叫敗家。 完全是敗光了。 家資田產蕩盡。 朝不保夕。 一身狼狽。 大伯說。 硬插進來。 想這種不搭界的飾體。 鄉下陳年素古董的飾體。 聽也不要聽。 阿寶說。 為啥不聽? 我要聽。 小阿姨說。 人心要足。 為一點銅田。 一副吉相。 就等於我好菜好飯端上來。 有一種人。 一句不響。 伸出一雙筷。 只顧悶頭觸忌。 毒吃毒吧。 阿寶說。 是的。 我看到的。 小阿姨說。 老輩子人講了。 當年長矛一路搶抄沙。 避一遍。 日本人。 算一遍。 土改。 又避了一遍。 大伯冷笑說。 反動烏鬼電車。 隨便開。 小阿姨說。 我母媽當時。 抄得清湯光水。 窮到家了。 但據說。 還剩個一個秘密。 上幾輩人。 留了一件鴨香寶。 埋進了天井。 足可以福音兩三代。 最後這天夜里。 四鏡房子空蕩蕩。 隔日窮鬼就要來霸戰。 只剩我跟母媽。 兩個人。 端一盞菜油燈。 摸到天井里去掘。 半夜里咯得一響。 菜刀碰到鋼炎。 再掘。 是一支鋼。 待板爛的發酥。 舉燈一照。 兩個人當場一下。 倒退三步。 哭得眼淚鼻涕一大把。 阿寶說。 挖到救命黃金了。 小阿姨不想。 表表說。 是一綱銀錠。 激動萬分。 大伯想了想說。 赤金一兩支小元寶。 祖父兩眼閉緊說。 不是皇清國妻。 哪裡會這種煌惑。 小阿姨說。 我跟母媽把腳就逃。 魂飛魄散。 阿寶說。 綱裡是啥。 小阿姨說。 上被留的陰陽墊。 有蜂窩洞。 有圖章。 白花花的老定。 結果呢。 簡直要吐血。 變戲法一樣。 變成半缸赤煉蛇。 一條一條。 缸裡伸出舌頭。 到處看。 到處爬。 到處游。 我跟母媽。 窮哭百哭。 土地菩薩不開眼。 母女兩人。 走了大煤運了。 沒上家煤。 沒到銀子變蛇的地步。 我等於抽到一根下下籤。 上面的籤文。 沒到底了。 寫得明明白白。 身邊黃金要變銅。 翻來覆去一場空。 阿寶說。 後來呢? 小阿姨說。 天一亮。 這幫窮鬼。 轟隆隆隆搬進來了。 發現天津裡一支空缸。 這還了得。 認定半夜裡偷挖了財寶。 好。 我跟母媽再吃一遍苦。 鬥爭三遍。 想不到。 幾十條蛇。 鑽進老房子一天了。 到了黃昏。 全部爬回來。 盤進鋼裡。 照樣是半鋼蛇。 一個鄉下赤老。 舉了鐵搭。 一奔下去。 赤戀蛇盤滿竹竿。 盤到幾個赤老身上。 蛇要逃。 人也要逃。 阿寶說。 後來呢? 小阿姨說。 後來,就是傾家蕩產了。 我娘一死。 我逃進上海啊。 我每天買。 太。 少。 最後跟派出所的下座男人結婚離婚。 我有過半句怨言吧。 我一句不想。 所以。 人心要平。 看見鈔票銀子。 就想獨吞、獨霸。 手裡的真金白銀。 將來說不定就變赤戀蛇。 人總有身腳歸西一天吧。 頭也難閉了。 大伯說。 啥意思? 小阿姨說。 下一輩子孫,看樣學樣。 人人也獨吞家產呢。 現世報呢? 連環報呢? 大伯慢吞吞。 凌若冰霜說。 廢話少講。 一切。 我依照人民政府政策辦事。 人民政府講啥? 我做啥? 祖父一拍床言說。 我氣呀! 我氣悶障呀! 早個十年念念,我定規叫這隻逆子。 先跪一地通宵,再講。 四。 姬伯傳的聲音,有遠即近。 煤囚爐味道飄過來,墨甘山路弄堂後門,小南哭腔,混合了糖醋味道,乾煎帶魚的腥氣。 朝南馬路,鐵門一開,進場電鈴響三響。 小毛娘放了茶杯,看看牆上的十字架說。 領袖像呢。 小毛說。 春香一個小姊妹講,掛了十字架,上帝可以保佑春香。 小毛娘說。 是的,現在性教自由了,我其實也可以改,但習慣了。 小毛不想。 小毛娘說。 春香的小姊妹,是離了婚? 還是喪偶? 多少年齡? 小毛說。 母媽。 小毛娘說。 身邊有個靶女人,至少吃一口熱湯熱水。 母媽這一趟來,主要是想問一件要緊事體。 小毛不想。 小毛娘說。 結婚以後,小毛一直不回老房子,春香過世了,也不回來看我。 但最近聽說,小毛經常大白天,乘母媽去上班,到大自民中老房子,坐進二樓昭地的房間,有這種事體吧。 小毛說。 理髮師傅矯曲了。 小毛娘說。 不管別人有啥議論,小毛,跟二樓昭地搭訕。 這要注意了,昭地男人,是人民警察,懂吧? 警察專門管人民。 萬一有了事體,小毛難看了。 小毛不想。 小毛娘說。 也據說,小毛打算搬回來住了,墨甘山路的房子,預備讓哥哥結婚。 小毛說。 啊! 小毛娘說。 有這種打算,我做娘的,應該曉得啊。 小毛說。 真是亂講了,亂噴了。 小毛娘說。 我也不相信,哥哥的女朋友,單位有鴛鴦房過渡。 小毛說。 越講越不對了。 小毛娘說。 反正,小毛回大自民中看一看,是對的,但最好,是大大方方。 過來吃夜飯,專門跟女鄰居單獨接觸。 這是飯即的,還是選一個老實女人,做墨甘山路的家主婆,太太平平過生活,多好呢。 小毛說。 我到昭地房問理。 講講談談。 為啥不可以? 小毛娘不想。 小毛說。 其實,是昭地介紹一個老姑娘。 車間團支部書記。 約我,N樓見面。 吃杯茶。 談一談。 小毛娘說。 介紹女朋友,也要大大方方,像模像樣去外面,到東海咖啡館。 時髦地方吃一杯咖啡,或者節約一點。 到四如春飲食店。 吃兩碗冰凍薄荷綠豆湯。 吃吃談談。 多好。 小毛說。 老姑娘。 我不感興趣。 我對昭地講。 要是像銀凤、春香的樣子,我就同意。 昭地講。 這難了。 小毛娘不耐煩說。 銀凤跟昭地,也就是最普通的女工。 一般的弄堂女人。 春香,當然是打燈籠也難密的。 小毛不想。 小毛娘說。 母媽再問一句。 表面上,小毛是介紹朋友。 其實,想搭訕昭地。 預備拖了昭地。 到莫甘山路房間里,發生肉體關係。 有這樁是體吧。 小毛一拍檯面。 立起來說。 娘的起來。 看樣子,一定有人搬弄是非了。 小毛娘不想。 小毛說。 一定是昭地聽錯了。 我講過一句細話。 如果昭地,是介紹銀凤。 春香這種車間小姊妹,可以直接領到莫甘山路。 我當天就可以結婚。 我是這個意思。 小毛娘說。 這還差不多。 但女人像銀凤。 有啥好呢? 一面孔苦相。 春香。 現在看來,命也是薄。 好事真好。 但已經生了天國。 這個社會。 太複雜。 不要以為其他普通女人,也可以馬上拖進來同房。 生活作風出了問題。 四類分子懂吧。 戴了壞分子帽子,就麻煩了。 小毛踢翻了骨牌凳子,一聲不想開了房門。 小毛娘說。 不要動氣嘛。 母媽真擔足了心思。 唉,我樣樣要操勞。 母媽現在,要緊要命講一句。 以後對昭地,千萬火煮小心。 聽見了吧? 小毛不想。 小毛娘看看十字架說。 我每天為春香禱告。 小毛說。 不早了。 回去吧。 小毛娘非快劃一個十字。 出門走了。 小毛坐到椅子里。 天逐漸暗下來。 牆上的十字架,逐漸模糊。 淡淡印出春香的面孔。 後來又畫出銀縫的面孔。 兩個女人,眼裡全部是怨。 蘇州河的雞伯船聲音,游遠即近。 煤球爐味道飄過來。 小毛眼前一花。 台子前面,又見到拳頭師傅。 金妹。 昭地。 樊師傅的面孔。 牆上的銀縫春香,悶聲不響。 雞伯船游近即遠。 廚房糖醋味道。 煎鹹黃魚味道。 鹹菜炒毛豆的味道。 對面紡織廠電鈴,又響了三響。 聽見昭地問。 小毛覺得銀縫好看呢? 還是我昭地標誌。 旁邊金妹講。 小毛。 已婚女人。 有啥好呢? 昭地說。 這個老姑娘,做人最乖巧。 車間團織書。 表面上應該一本正經。 到了夜裡,不可能一本正經。 牆上的銀縫春香,悶聲不響。 昭地靠近小毛,身上有淡淡的汗氣。 昭地說。 老姑娘、小姑娘,總歸是姑娘。 樊師傅說。 是啊。 小毛接觸了一個姑娘。 嫩像一點的,就有了比較。 拳頭師傅講。 我根本看不懂。 聽不懂。 為啥年齡越小越好? 為啥呢? 樊師傅講。 吃茶葉。 為啥葉子越小越好? 冬筍。 黃瓜。 馬籃頭。 雞毛菜。 水紅綾。 樣樣越嫩越好。 喜歡老貨。 牙齒型的削吧。 去吃老蟹。 老腿肉。 老筍丹。 每一口要嚼。 要扯。 牙齒里要欠。 牙籤要挖。 有啥意思? 中國人,最喜歡吃嫩頭。 懂了吧? 小毛不想。 樊師傅脫了一塊毛巾開漢說。 當時,師傅我情面難勸,死勸小毛結婚。 心裏明明曉得,春香,總歸是兩婚頭。 牆上的銀縫,春香,悶聲不響。 朝地靠過來。 庸庸坐軟雨講。 小毛。 要我介紹小姑娘。 先讓我朝地趁心。 小毛,可以蠟燭兩頭燒。 金妹說。 昨天我去換玉,三車間一隻小騷貨,脫了衣上就講。 小姑娘我為啥好? 因為錦繡江山,小阿姨老阿嫂,是松柏長青。 拳頭師傅拍一記檯面說。 下座。 牆上的迎風春香,一直悶聲不響。 逐漸暗淡下去。 暗淡下去。 消失。 有個階段,小毛上中班,四車見一個女工,經常來尋小毛。 走到小毛身邊,討一張金像紗紙。 隔天,拿來四根不鏽鋼墊漢條,求小毛做一副絨線針。 後來,樊師傅稱讚說。 這副針做得漂亮,女工講啥呢? 小毛說。 特別歡喜。 心裡過意不去。 想幫我太衣裳。 縫背頭。 樊師傅說。 當心,已婚女人,喜歡這一套。 小毛說。 表心車間局分,每次見我排隊買飯,就要我帶買。 昨天,要我帶買一顆混蛋。 樊師傅說。 結果坐一隻檯子吃。 小毛說。 是的。 樊師傅說。 小毛是單身,已婚女人最容易另眼相看。 小毛說。 不會吧。 樊師傅說。 三獎兩獎。 慢慢就沾上來。 師傅覺得。 小毛還是尋一個年輕姑娘。 我跟徒弟也講了。 工會最近。 請了區裡的老師。 嬌嬌一舞。 小毛要積極參加。 學跳舞是假。 認得幾個小姑娘。 嫩像一點的。 懂了吧。 小毛吃了中飯。 到工廠六樓平臺。 見了凡事的富徒弟小四眼。 雙方講了幾句。 小四眼說。 先教三步。 再教四步。 再是吉特八。 一個禮拜兩次。 每次一個鐘頭。 小毛說。 好的。 小四眼說。 小姑娘小女工。 舞蹈班里有了幾個。 長相一般。 先跳起來再講。 耐心等機會。 小毛不想。 小四眼說。 小毛覺得。 車問女工里。 啥人最有樣子。 小毛說。 表心車問菊芬。 小四眼說。 炎火厲害的。 隨便一講。 就是場花第一名。 小毛笑笑。 小四眼低聲說。 已婚女人里。 菊芬確實在。 但我搭過麥了。 脾氣比較怪。 小毛說。 我覺得還可以。 小四眼說。 看見小毛排隊買飯。 一定走乖獎。 小師傅。 幫我買一顆餛飩。 堂次飯碗就塞過來。 坐到檯子前面等。 小毛說。 是的。 小四眼說。 這是菊芬習慣動作。 幫菊芬買餛飩。 帶麵條的男工。 多了。 小毛不想。 小四眼說。 菊芬跳舞。 確實最主動。 抱得最緊。 只是。 小毛不要誤會。 這是習慣動作。 看上去容易搭訕。 其實難弄。 經常放白鴿。 小毛說。 啥叫放白鴿。 小四眼說。 比如。 兩個人跳的示意。 男人心動了。 約菊芬到外面去跳。 江寧小五聽。 文化館無常。 菊芬嘴里答應。 根本不會去。 男人就是等一個鐘頭。 兩個鐘頭。 看不見人。 這就是放白鴿。 所以,小毛看見菊芬。 要冷淡。 小毛不想。 有一次中午。 小毛吃大排面。 菊芬吃餛飩。 菊芬說。 參加舞蹈班。 小毛認得女朋友了。 小毛說。 去過兩趟。 菊芬說。 場里漂亮小姑娘。 全部讓男朋友卯牢。 哪裡會去跳呢? 小毛不想。 菊芬低聲說。 有一個小四眼男人。 醉騷了。 每一趟跟我跳兩步。 下面就貼上來。 我一向缺少表情。 根本不踩。 小毛說。 吃了中飯去跳舞。 再去上班。 容易磕碗。 菊芬不想。 一次小毛吃了中飯。 到五樓圖書室翻雜誌。 聽見屋頂有腳步聲。 小毛走上樓梯。 其實走到一半。 看見頂層平台里。 有一對男女練舞。 小四眼與菊芬。 跳舞般不上課。 平台不播音樂。 菊芬抱緊小四眼。 有點異樣。 轉了兩網。 氣氛有一點沉悶。 改跳吉特巴。 手拉手。 眼對眼。 一聲不響。 再跳兩步。 菊芬抱得貼緊。 小四眼。 也抱緊。 貼了面孔。 幾乎不動。 小毛下樓就走了。 等跳舞班節夜的最後一天。 工會動員所有學員參加。 小毛準備下班。 樊師傅說。 一定去跳。 小毛不想。 樊師傅說。 小毛要去。 不許偷懶。 放棄太可惜了。 樊師傅拖了小毛上六樓。 屋頂平台拉了彩色電燈。 長檯子擺了橘子水。 滿眼男男女女。 樊師傅拖來一個小女工。 陪小毛跳。 旁邊看了一支曲子。 就走了。 小毛跳到第三支曲子。 肩甲一碰。 是菊芬的壁駁。 菊芬笑說。 小毛。 下一支曲子跟我跳。 下一曲是慢三。 菊芬比小毛熟練。 兩個人對面壹立。 一搭。 一拥。 菊芬的腰身。 軟硬扭步。 一側跨骨。 自動迎上來。 跟小毛相緊。 西緊。 雙方向一個人。 轉得就順當。 小毛記得樊師傅講。 從前珠寶三路舞廳。 現在工場舞場。 性質是一樣的。 要目中有舞。 心中無慾。 要有防備。 但小毛讓菊芬貼緊一抱。 心跳得快。 等到跳慢四。 也等於是慢兩。 周圍全部是人。 小毛聞到菊芬身上。 一陣陣擅排肥皂的清氣。 因為貼得近。 菊芬慢聲軟語。 熱烘烘烘的兩鬢。 小毛覺得心動。 菊芬一捏小毛手心說。 想啥呀? 小毛說。 人太多了。 菊芬說。 我已經餓了。 小毛請客。 吃小餛飩。 還是吃鮑魚面。 小毛不想。 旁邊有人轉過來。 身體碰來碰去。 菊芬一搬小毛肩胛。 有時放手。 有時一捏。 菊芬說。 最好是。 請我吃飯。 小毛笑笑。 菊芬說。 要嗎? 請我跳舞。 小毛說。 菊芬想啥? 就是啥。 菊芬說。 我隨便。 小毛說。 女人不可以隨便。 菊芬笑起來。 笑得人朝後仰。 下身朝前頂緊。 小毛只能一般菊芬洗腰。 菊芬說。 腸子里。 啥人是美女。 小毛說。 表心車間菊芬。 菊芬說。 小毛也是燈樣的男人。 小毛不想。 菊芬說。 上海最好的跳舞廳。 哪裡? 小毛說。 南京西路大都會。 菊芬說。 是呀是呀。 天花板鴨蛋圓形狀。 像掛下來幾百頂帳子。 燈光像月光。 小毛。 小毛說。 真的。 菊芬說。 人像燕到帳子里。 昏昏沉沉。 正好做夢。 可以做好夢。 小毛說。 跟小四眼去過幾次了。 菊芬說。 啥? 小毛已經帶女朋友去過了。 小毛不想。 菊芬說。 這就講定了。 兩個人隔天就去。 還是下禮拜。 小毛想想說。 下禮拜吧。 菊芬說。 聽起來勉強。 小毛說。 是真的。 講定了。 下禮拜一。 菊芬一捏小毛肩膀說。 好。 小毛說。 大都會。 門口見。 菊芬笑了。 此刻。 侍逢音樂停下來。 兩個人鬆開。 隨大家拍手。 到了禮拜一這天下午。 小毛來到大都會門口。 天已經冷了。 但舞廳門口。 男男女女帶出一股一股熱風。 如同春暖花開。 不少人在此約會。 小毛拉緊領頭。 眼看江寧路。 看前面南京西路。 等了半小時。 馬路上人來人往。 小毛忽然發覺。 有一個熟悉的男人。 騎腳踏車。 經過大都會前面的江寧路。 車速比較快。 朝北而去。 小毛心裡一跳。 反應不過來。 冷風中。 小毛想起。 這個人。 是阿寶呀。 小毛的心思忽然沉靜。 但因為是等人。 眼睛仍舊看定馬路。 也想再看一看久遠不見的阿寶。 但阿寶是一掠而過。 根本看不到了。 小毛一心兩用。 橘芬。 兩腿修長的風流少腹。 隨時會從對面二十三路電車站走過來。 小毛等了一個多鐘頭。 等不到橘芬。 小四眼講得對。 橘芬這次。 又放了白鴿。 五。 這天下午。 阿寶準備最後一次見了雪茲。 兩個人的關係。 就結束了。 阿寶一路東想西想。 腳踏車十塊十慢。 車子從曹陽新村踏到五寧路橋頂。 然後朝橋渡下飛快滑行。 阿寶心中忐忑。 半小時前,阿寶接了雪茲電話。 雪茲說。 阿寶。 現在就到安遠路來一趟。 阿寶說。 我上班呀。 雪茲說。 我收到信了。 阿寶說。 啊。 雪茲說。 收到三個多月了。 我只是看看信封,不拆信。 阿寶說。 為啥。 雪茲說。 見面再講。 阿寶說。 我上班呀。 雪茲說。 答應我。 阿寶說。 啥。 雪茲說。 就算見最後一面。 答應我。 阿寶想開口。 電話掛斷了。 阿寶慌忙從車棚里,推出腳踏車,心裡馳除。 此刻,阿寶已經想不起來,心裡最後幾句的意思。 雪茲每天看信封,並不拆開。 大概已經明白。 但提出最後見面。 為啥。 緊張之中,阿寶想不出雪茲的面貌。 腳踏車十塊十慢。 雪茲講到最後一面。 生氣還算平靜。 應該是理解的。 車子到了五寧路橋頂,朝橋下滑行階段。 阿寶忽然意識到。 一身上下,仍舊是機修工打扮。 背戴褲。 袖套。 腳下工作皮鞋。 胸口袖口。 幾團遊記。 阿寶有點慌。 車子繼續朝橋下滑行,到長壽路。 左轉。 阿寶決定改道。 先去五定路。 到護生房間裡換一套衣裳。 等車子,到達五定路門口。 阿寶嘆一口氣。 護生的房門鑰匙,並不在身邊。 眼前一片茫然。 一身工作服,去與不去。 把握不定。 車子繼續朝南移動。 經西康路。 漫無邊際轉到南京西路。 直到看見平安電影院的海報。 阿寶驚醒過來,轉向江寧路口。 立即朝北。 穿這樣一身衣裳,去見雪枝。 因為是上班。 雙方,也已經結束了。 無所謂了。 車子經過大都會舞廳門口。 下午兩點多鐘。 路上人來人往。 綠女紅男。 腳踏車快速經過一個人面前。 阿寶眼看前方。 毫無察覺。 根本想不到。 路邊有一個人。 是小毛。 阿寶眼前。 只是移動的平常身影。 平常面孔。 但阿寶的面孔。 突然插進一個熟人視線裡。 猝不及防。 速度快。 印象深。 小毛沙沙眼睛。 老朋友擦肩而過。 驚鴻一瞥。 熟悉的面孔L。 呼呼一現。 根本無法固定。 看不見阿寶為之彷徨的一身衣裳。 人已經消失了。 此時此刻。 兩人同樣是心緣一碼。 處於各自位置。 毫不相干。 但內心的糟糕程度。 差不多。 阿寶疲憊。 被猶豫。 浑身油泥。 最後到達雪枝的弄堂。 停車。 推開後門。 見走廊前面的房間裡。 雪枝背了光。 回首凝眸。 窈窕通明。 楚楚奪目。 穿一件織錦斷棉袄。 袖蓉與前胸。 留有整齊折痕。 是箱子裡的過年衣裳。 藍底子佳金。 紅。 黃。 綠花草圖案。 錦泰藍的氣質。 灑滿陽光驚心。 阿寶朝前幾步。 聞到胸口的潤滑油味道。 想到小毛遙遠的磁抄。 賽克一丹。 雙歸淨。 空氣裡。 家有淡淡張腦氣息。 一絲絲清晰。 雪枝轉過身來。 看定阿寶。 窗前。 掛有心血的大字對子。 雪枝喜歡稱呼就名字。 唐義。 忠義。 也叫要碧。 只有一點咒。 七言下連式。 造退追頓、退逍遙。 莫農易遠。 字字寶塔。 剛秀笃定。 記得雪枝講過。 走枝、對聯。 十四個偏旁相同。 是寫成一樣。 還是順勢隨意。 難。 大字怕掛。 真是難。 起氣要分明。 提示要好。 寫字是求去。 否則就是帳房筆墨了。 阿寶朝前走。 想不起上連。 究竟是歹盡迎送到通連。 還是不通連。 想不起來了。 走廊位置。 看不見上連。 古人手心裡單寫一個走。 三十六計。 走為上計。 走之偏旁。 是一走了之意思。 陽光照進來。 雪之身體一移。 降年欲貌。 傲色變成寶藍。 深藍。 瞬息間劈霞帶彩。 然後與窗外陽光一樣。 慢慢熄滅。 暗淡。 阿寶停步說。 我不是有意的。 因為上班。 雪之說。 我曉得。 阿寶說。 我不進來了。 雪之說。 進來吧。 阿寶不想。 雪之說。 不要緊的。 阿寶說。 上班顧不及了。 因此我。 雪之笑笑說。 上班就這樣。 不要緊的。 阿寶說。 應該早一點看信。 雪之指一指台子上原封不動的信。 笑笑說。 我是透視眼。 小的內容。 阿寶不想。 雪之說。 阿寶進來吧。 阿寶不想。 雪之一步過來說。 阿寶。 陽光重新照亮房間。 雪之的棉袄花樣。 越來越清晰。 張腦衛越來越濃。 面對一封信。 雪之看了三個月信封,並不拆開。 阿寶心裡作痛。 阿寶說。 我不過來了。 我走了。 但雪之還是走進來。 走到阿寶面前。 阿寶不想。 雪之也不想。 摸一摸阿寶的肩膀說。 踏腳踏車來的。 阿寶說。 嗯。 雪之說。 我坐兩頭班。 五點鐘還要去。 阿寶說。 我到了。 見過一面。 就是了。 我走了。 雪之不想。 阿寶說。 我走了。 雪之說。 阿寶。 阿寶說。 啊。 雪之說。 以後乘電車。 碰到我了。 阿寶哪能辦。 阿寶心裡一酸說。 我先買票。 如果有月票。 我就講。 月票。 雪之說。 阿寶。 阿寶。 嗯。 雪之說。 一定要記得。 阿寶說。 啥。 雪之說。 坐我的電車。 永遠不要買票。 阿寶喉咯咽說。 我不想講了。 雪之靠近一點。 靠近過來。 阿寶朝後退。 但雪之還是貼上來。 伸出雙手。 抱緊了阿寶。 面孔警惕阿寶胸口。 阿寶輕聲說。 松開。 松開啊。 雪之不想。 阿寶說。 全身是油。 雪之一句不想。 抱緊了阿寶。 陽光淡下來。 照亮了檯面上。 阿寶寄來的信。 雪之幾乎埋身於阿寶油膩的工裝褲。 輕聲說。 阿寶。 不要難過。 開心點。 雪之抱緊阿寶。 複雜的空氣。 複雜的氣味。 阿寶慢慢掰開雪之的手。 朝後退了一步。 仔細看雪之的前經與袖口。 好。